哈喽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呢又入手了代谢系统懒人保健神器META 第二罐终于拿到手了 那很多人呢也都陆陆续续有拿到了 但是因为现在还处于上位上市仅限量预购的状态 所以很多人呢目前这个是功不应求 真的是森多周少 非常多的人都跟我讲说他也想要一套META 可是我真的没有扣打给他了 我只能说限量是残酷的 所以如果你在9月2号这一波 你有拿到第一批的这个套数的人呢 你真的是全台湾的幸运儿啊 我只能说很多人都要羡慕你可以拿到这个代谢神器这样子 那很多人拿到之后呢 他会开始疑惑说我要怎么去吃他呢 要空腹吃呢还是要饭后吃呢 要一天吃他的标准用量两颗呢 还是像你们讲的要一天吃四颗double的量呢 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吃法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最常问的 请问我要空腹吃还是饭后吃 答案就是两者皆可 那我再给你一个最佳解 什么叫最佳解 就是你有记得吃就好了 因为呢 依照我们过去这一个月吃的大数据显示 白天空腹吃的时段通常都是起床吃早餐前 这个时段是最容易忘记吃META的时段 所以如果你觉得白天空腹吃的时段你很容易忘记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挪到早餐的饭后吃 那晚上的空腹呢 大部分人都是睡前吃了 所以就比较不会遗忘 第二个问题就是 请问我要吃几颗 因为META它的标准用量显示是一天两颗 也就是早一晚一 那么怎么样的状况 怎么样的吃法最适合你呢 我觉得你可以去做实验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身体体况反应 对营养素的作用会是不一样的 虽然它的标准用量是早一晚一 但是我过去的吃法 我吃两颗的时候 我是吃晚上睡前一次两颗 因为我早上真的是太容易忘记了 这样子好 那这个是两颗的标准吃法 所以如果你是吃两颗标准用量的人呢 你可以早一晚一 或者是跟我一样晚上一次吃两颗 我觉得晚上一次吃两颗 隔天起床你会很惊艳 因为你会觉得你全身的紧实度 那种消水肿的程度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很鼓励你可以试试看 晚上睡前一次吃两颗 那什么样的人要变成double的用量 就是他要一天吃四颗呢 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人 什么叫做代谢症候群呢 请看这张图 请看这张图 对 有这些状况的人呢 他本身的新陈代谢系统 就是比一般正常体况的人来讲 状况要再更糟糕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更有感的 去感受META这个代谢神器 在你身体里面的变化的话 你可以呢 在第一个月先尝试 一天吃四颗double的用量 那么一天吃四颗呢 我要提醒大家 不要睡前一次吃四颗 因为我自己有尝试过 我觉得睡前一次吃四颗呢 真的精神太好了 对 就是你会很晚睡 但是 我必须要说蛮厉害的 就是我上次尝试一次吃四颗的时候呢 虽然很晚睡 我记得是凌晨三点多才睡着 我隔天八点多就起来了 一点都不觉得疲惫 而且闹钟一响了之后呢 就立刻清醒 然后就可以开始起来弄早餐 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厉害的 不过你如果希望好好睡觉的话 不要拼睡前四颗好吗 如果你是一天吃四颗的人呢 我还是建议你分开吃 就是早上空腹两颗 然后呢 晚上空腹两颗 这样的吃法对身体的吸收呢 会是最好的哟 第三个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就是 吃Meta我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觉得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过去这一个月 大家吃的回馈当中呢 最常见的就是 你会变得特别容易口渴 所以我觉得Meta也是一个喝水神器 它可以让你呢 非常自然的想要多喝一点水 所以你会觉得比较容易渴 然后你身体会觉得比较容易发热 比较容易流汗 有非常多人都表示说 他连在冷气房呢 都特别容易流汗 对 就是你会觉得你身体整个都活络 热起来了 这是一个大家很常见的 再来就是呢 你会非常的容易饿 尤其是你是睡前吃两颗 或睡前吃四颗的人呢 不要睡前吃四颗啦 如果你是睡前吃两颗的人呢 你通常隔天早起床 没多久 大概一两分钟后 你就开始觉得好饿 然后就会非常的想要吃早餐 所以呢 这三个是大家很容易感受到的 那么我会建议你在开始吃Meta之前呢 可以先做你的提况记录 比如说呢 你本身有血糖比较高 血压比较高 血脂比较高 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做基本的检查 家里有血压机 或者有血压剂 或者是有提齿机 请你先测量一下你的数据 那么如果你今天是想测试 Meta对你的基础代谢的 这个部分的帮助的话 我更鼓励你是用两尺 就是皮尺 来测量你身体的维度 比如说你的臂围 你的臀围 你的腰围 你的大腿围 小腿围 我非常建议用两尺 因为有时候体脂机呢 它是量不出你身形的变化的 可能你的体重体脂 没有太大的改变 可是你的身形却在改变 比如说你会觉得 你的腰线变得明显 变紧实 腰线就是变明显 或者是你的臂围变瘦 可是不一定体脂机 是量得出来的 因为其实体脂机呢 它并不是真的到 这么精确的一种仪器 所以我会鼓励你 做好事前的体况记录 把你的身体各项的数据 都记录下来 然后还要怎么样呢 拍照 对 把你的大肚肚 把你的菩提秀 然后呢 把你粗粗的腿 把它拍下来 然后呢 如果你有橘皮的地方呢 也都记得记录下来 因为或许你是一个月之后呢 你默默的在用同样的角度 姿势跟光源 再拍一张照片 你就会发现 哇 可能你的橘皮改善了 哇 原来你腿变细了 然后你腿型变好看了 下半身变瘦了 臀围变窄了 对不对 裤子变松了 这些呢 都需要你拍照 跟量身去做记录 你才能感受到 META在你身上的威力哦